Hello,大家好,我是大卫 今天我跟大家聊聊 我是怎么在马尼拉找房子的 我现在找的这个房子呢 说实话我真的是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个我是怎么在这边找房子的呢 我们第一天找的时候是这样找的 就是我们在那个Facebook啊 上面不是有那个房东 他住不出去的房子 会挂到Facebook上面吗 就是你还Facebook上面那个市场里面 你可以去搜索的 五公里范围啊,十公里范围啊,是吧 十五公里范围啊,是吧 他这个都会挂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就在Facebook上面找 Facebook上面找的那房子呢 给我的感觉呢就是 哎呀,这些房子都不怎么好 后来呢,其实我也是想明白了 我前面几只房子找房子 其实也不是Facebook上面找的 Facebook上面找的 Facebook上面找的房子呢 都不怎么好 所以我就后面,第二天我就改变策略了 啊,就改变,怎么策略呢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在那个五个地图啊 搜索啊,搜索啊 apartment啊,looking for apartment 啊,那个去找的嘛 那个去找的嘛 这个,找了啊 这个方向啊,有这个 这个apartment啊,公寓啊 我们就啪,就到那边去找 地毯似的 一遍一遍都搜过去啊 慢慢找 这样找了第二天 第二天没怎么找到 找到的房子都不怎么满意嘛 好,第三天就给我们 找到这边的房子了 一看,就很中立啊 我感觉这个房子还是不错的啊 那个,这个朝向也很正啊 那个,户型也很通透啊,通气啊 那个,感觉 各级设计房东设计的也蛮好的 我就是很满意嘛 我就,啊,我就想到 那我就,马上就 我说第二天,我们就来把这个房子 修了定啊 其实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 这个房子呢 这种房子呢,就是很修 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刚来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房子刚搬走 为什么刚搬走呢? 为什么知道他刚搬走啊? 因为他那个电冰箱还放在那里 还没拿走 所以那个电冰箱 后来我们第二天,我们搬进来之后 上一个房客就过来把那个电冰箱拉走了 所以说很修的 我们那天来看的时候 我们看中了这个三楼的嘛 那个底下的一楼的其实也有 底下一楼的阳台 那个院子还稍微大一点 但是我感觉到一楼呢 就是感觉,哎,那个 就是太潮了嘛 我感觉还是三楼好 三楼这个事业也好一点 所以我是三楼 那么第二天我们来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敲定了嘛 那个一楼,哎,马上就租出去了 所以好的房子是很俏的 像我们房子,它挂都不用挂到Facebook上面的 所以啊,这个方法 就是用地毯式的搜索 用谷歌地图去找公寓嘛 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蛮实用的 就是稍微累 稍微就是,哎呀 找房子还是要有耐心了 有耐心才能找到好的房子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